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 我是Mini 这两天我们正在荷兰跨年 所以这一期的视频是在我们入住的酒店来跟大家拍摄 但因为是旅游 所以免不了要拍照什么的 又不想穿得太臃肿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想利用我之前已有的一些单品 和这两天在荷兰当地买的一些优衣裤单品 来跟大家做一起冬季的蝶穿技巧分享 好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首先我们就按照从里到外的顺序来跟大家说吧 首先我建议大家在最里边一定要穿一件背心 不要看它薄薄小小的 好像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才会穿的一件衣服 但其实它在冬天作为内衣的保暖助力效果 其实还是蛮强的 那选择背心的时候 为了更好的隐形呢 我建议大家选择一些这样比较轻薄且贴身的款式 特别是它这个肩带处和它这个领口的部分呢 就会特别的隐形 完全贴合皮肤 不会有那个一个棱的那种效果 或者在领口处会比较透的那些衣服 然后除了钥匙之外 颜色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背心最好选择肉色或者是贴近肉色的颜色 那只穿一件背心保暖性肯定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背心的外边要穿一件长袖的内衣 这样的话保暖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比较修身的款式 另外布料的弹性一定要比较大一些 这样子穿上就不会有那种压迫感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叠穿很多层 你就会觉得被压的传不过来起 这就是因为你没有选择那些弹性形变比较大的材料 如果你选择面料比较轻薄 然后同时呢它的弹性形变比较大的这样的材料的话 穿上以后舒适感就会大大提升 那优衣裤的发饰的内衣系列呢 它的款式都是比较修身一些的 但是不是那种完全紧绷在身上的款式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腰身呢 是会有一个收紧 但是它又不会完全贴在你的身上 还是跟皮肤有一些空间的 那我的身高呢是166 然后我平时穿欧洲的衣服都会穿XS码或者是S码 那这件优衣裤的内衣呢 我选择的是S码 而且我觉得优衣裤的内衣 它的这个肩膀部分都会显得人比较瘦一些 而且也会显得肩线比较好看 那说完了内衣呢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说会露在外面的衣服了 冬天实际少不了的就是毛衣 但是因为今天主题是要叠穿很多层嘛 所以我建议当你叠穿的时候呢 你的毛衣一定要选择比较轻薄的款式 比较轻薄的材料呢又会保暖性觉得没有那么高 所以在面料的材质上就要特别的注意 我建议大家至少要选择羊毛的材质 或者是有羊绒的 当然是最好的保暖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优衣裤的这两件 它们两个都是比较薄的材质的 但是不要看它们薄 它们全部都是羊毛材质的 所以穿上保暖性还是很好的 但如果你想要两件毛衣进行叠穿的话呢 当然这样的保暖效果是会更好一些的 但是在这两件内外毛衣的选择上呢 就会有一些讲究 里边的那一件呢一定要选择比较贴身的款式 像这件U系列的3D立体针织衫 它就比较适合穿在里边 那你想进一步的隐形呢 里边的这一件比较贴身的呢 就可以选择领子比较大的 这样子从外边呢就看不出来 你里边还套了一件毛衣 同样呢也可以选择U系列3D立体针织衫 跟这个款式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领子呢不是这样的小高领 而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圆领的设计 那么那一件呢就可以很好的被你隐藏在里边 那我现在里边已经穿了三层了 那外边再加一层叠穿的毛衣呢 就要选择相对比较宽松的款式 可以是领子比较小 然后腰部也比较收紧的 但是一定不要选择那种很贴身的款式 就是要有一定的空间感 就比较宽松的款式 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完美的隐藏 你里边穿了几层 在颜色上呢想要显得尽量的明快一些 轻松活泼一些呢 可以选择比较鲜艳的颜色 比如说阳红色啊 或者是蓝色啊 或者是鹅黄色啊 这样子的颜色 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厚重 如果想显得更青春活泼一些 还可以选择那些冰淇淋色的 比如说那种粉紫色的呀 或者是奶油色啊 这样子的外搭毛衣 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一些 那比如说我现在外面套的这一件 优衣裤U系列的羊毛衫呢 它就是一个相对于比较宽松的款式 它是有这样的蝙蝠袖的一个设计 所以在你的这个大臂 还有腰身的部分呢 就不会贴得很紧 那为了不动出老寒腿呢 秋裤还是要穿上的 优衣裤发热系列的紧身裤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轻薄而且贴身 可以完美的隐形 那除了秋裤呢 其实也可以选择这样的裤袋 其实裤外穿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因为你就不用考虑这个袜子 跟裤脚部分的衔接 但是裤外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穿上会比秋裤更紧一些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是进行很多层的叠穿的话 裤外可能会显得有一点勒 然后如果不是很冷的地区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秋裤或者是裤外 直接套一个牛仔裤 哪怕是紧身的也没关系 套上以后其实就会保暖很多 比你单穿一条裤子 看是不是还是感觉就比较瘦 好像里面没有穿秋裤一样 但如果在更冷的地方呢 如果只穿一个秋裤再穿一个牛仔裤 还是不能长时间在户外活动 会比较冷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选一条毛裤来穿 普通的毛裤呢就会显得很厚 然后穿上其实也不太舒服 会觉得比较臃肿一些 我就比较推荐优裤的这一款 其实可以当做打底裤来穿 但我觉得它的织法就特别像一条毛裤 把它当毛裤来穿也OK 那这条毛裤呢 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针织打底裤来外穿 其实冬天的话里边穿一个发射系列的秋裤 再穿一个这样子的针织打底裤 我觉得就够暖和了 差不多5度左右的温度穿它都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至少现在在屋里我穿它是感觉很热 而且它的弹性你看 它弹性非常大 所以穿上都一点都不累就很舒服的 然后你看这个时候穿这种靴子呢 然后再穿这种就是短的这种裤子 你就能看出刚才那个黑色裤外它的优势了 虽然是可能哪怕有一点点没有衔接上 但是也不会觉得很明显 跟这条浅灰色的针织打底裤比较相似的呢 还有一条这样的 当然它有别的颜色 我买的是一个深灰色的 你要把这种针织打底裤外穿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选择这种比较简单的款式 就是这种竖条纹的 这种花纹呢会不容易显得腿粗 因为其实你去看的话 优衣裤还有一些 比如说是那种麻花织法的 或者是有很多花纹的 像什么雪花啊什么这一类花纹的 其实我不是很推荐你外穿 因为确实那种花纹会非常的挑腿型 相反的这种比较简单的竖条纹的呢 还会有一些修饰腿型的效果 那如果你生活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冷 如果穿两层还是冷的话 就可以搭配一些长裙啊 或者是扩腿裤也是不错的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条扩腿牛仔裤吧 你看其实你穿上以后的话 它就完全不会显出来你里边的腿 有多粗啊或者是穿了几层啊 就可以很好的演示起来 如果你的腿相对来说比较细的话 你就哪怕在外边套一个 比较瘦一点的牛仔裤也可以 然后这样的话牛仔裤外边还可以再套长靴 大家看我现在其实已经穿了三层了 但是因为这两层呢都是比较薄一些的 因为还没有觉得很臃肿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暖和的话 其实在这样子紧腿裤外边还可以再套长筒靴 当然你可以就这样子穿 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分享我的叠穿技巧 所以但是只穿这么几层感觉好像还是显得不够 其实外边可以再加一层 但是再加这一层呢就一定要是扩形的 要选择那种比较宽松 而且它补料的材质是比较扩形的那一种 像优衣裤的这条裙子呢 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用来在冬季进行叠穿的一个单品 大家看它的版型就会比较的挺扩一些 完全不会贴 哪怕是在这个胯的部分都没有很贴合我们的身形 整体来说都是比较膨的一个版型的 所以它就特别适合在冬天来进行叠穿 就是你的腿上穿再多层 它都可以很好的掩饰起来 是不是很好的隐藏起来了 但是其实我现在已经穿了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 加上这个裙子下半身已经一共穿了五层了 但是看上去还是没有很厚重对不对 那大概在冬天零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穿 这样子穿的话出门应该都不会觉得冷 我现在在屋里边已经开始冒汗了 真的是很暖和的 那在冬天大家穿外套出门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最好选择一些看上去垂坠感更强一些的 然后它的版型更加挺破一些的这样子的外套 穿上以后呢就会显得人比较的干练利索一些 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你多层叠穿 所产生的一个臃肿感 像这样子的大衣我觉得就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这两年也刚好流行oversize外套 所以穿这样子的大衣也是蛮好看的 同时也会显得我们的身材比例更好一些 好了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在冬季又显瘦又保暖的一些叠穿技巧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在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在B站找到我们 在微博公众号我们也会有更多有趣的分享 记得关注我们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我现在已经热的满身湿了 赶快把人脱掉 太热了 这个叠穿只适合在外边穿 真的在屋里穿我快热死了 对吗